嗨 好久不見 不知不覺也在法國待了兩個多月了 然後再三個月就要回台灣了 今天跟大家聊聊 今天跟大家聊聊就是我的日常這樣 那基本上就是每天等吃飯這樣 不是 基本上我的工作就是就是助教嘛 所以大部分都是跟學生跟老師相處 這兩個月以來 我的感想就是 超級無聊的啦 我週一到週五的日常 每天都跟不同年級的學生接觸 我在課堂上如果 老師有需要的話我就幫忙他改作業啊 或是確認他的語法啊等等之類的 其他時間我可能就去上上法文課 這個地方真的是非常的鄉下 當初我覺得我嘉義人耶 然後我又 因為我們家是真的是周圍都是甜的那種 然後我就覺得我鄉下人耶 我來這裡應該可以吧 但是我忘記 我已經在高雄生活三年多了 就算回嘉義 如果有需要買什麼東西 一定第一件事情就是騎車啊 就是騎車去啊 巷口的Seven你要騎車這樣 這裡真的是鄉下到一個 大部分的法國人 20個 大概有19個都不知道這個地方在哪裡 因為在這邊想去哪裡 你又沒車 這邊到最近的市區坐公車要一個小時 對 所以就非常樸實無華且枯燥的生活 10月中到10月底的時候是法國的 翻譯是寫諸聖節 但是我覺得應該就是萬聖節的廉價 中等學校以下都會放兩個禮拜的假 所以我就安排了兩個多禮拜的旅行這樣 我去了荷蘭、比利時 還有法國的北邊的李爾去見了幾個朋友 其中最讓我覺得放鬆的地方其實是荷蘭 不是那種的放鬆 但是就是那個整個城市的氛圍吧 讓我覺得大家好像比較好相處 在路上瘋狂滑手機都沒關係 可是在法國就不行 然後可能就是三五分鐘就會回神 然後想一下 欸我手機牽毛應該還在吧 法國人說現在是秋天 但是我已經 這是我人生中最冷的時刻 而且只會更冷 可是法國人都說不冷 我就覺得廢話 你們是法國人啊 有想過 有考慮過雅瑞帶少女的感受嗎 那反正就是 浮出水面跟大家打個招呼 不然今天影片真的是蠻麻煩的喔 那樹最近呢 我們就是持續在寫新歌 我們這兩個月以來寫的新歌 都蠻對我口味的 我自己覺得非常非常的爽 我回國之後的表演已經敲好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續鎖定我們 到時候一定會表演新歌 所以大家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來 大家一定要來聽 差不多就這樣子啦 距離回台灣還是很80天